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在为再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大学申请 以及规划服务 那么全美有12家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硕博顾问团队 会尽心为华人子女来提供 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例来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 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 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啊 侯二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万博士 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主题 那个AP课程 为什么重要 请万博士来给我们系统的讲一讲 什么是AP课程 其实万博士 AP课程对于高中生来说 我们都知道是应该算是一些必修的课程 当然对于很多的好学生来说 他们会修的很多 所以能不能先给大家总体来介绍一下 AP课程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为什么在高中如此的重要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么这个AP课程就像主持人说的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对于我们华人的家长 是不是也如此的重视呢 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 如果不选好AP课 多选AP课选有质量的AP课 是不是也意味着 对我们的整个的大学申请的结果会造成影响呢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的话 先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AP课的一个由来 这个要一说大概是要80年前的事情 1940几年 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最早在三所高中和三所大学 进行了一个推广教育的一个实验 那当然这个推广的目标都是一些私立的学校 比如说现在最有名的像菲利普劳伦斯 这些非常顶级的美国数一数二的私立高中 那么它也有一个对应的大学 那大学当然就是哈佛 普林斯顿和耶鲁 所以是一个三对三的关系 那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这个实验的话 就是让这些高中生们提前在高中阶段 上一些大学级别的课程 但是这个大学级别的课程的话 它要经过一些改良 它并不是说就是面对大学生来教 因为他们毕竟是高中生 做了一些简单的改良 但是这个改良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说我的基本教学内容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还有的话 你如果最后通过一个专业的测试之后 你在这三所学校三所大学读书 那么你在高中上的这些学分 在大学就不用再修了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 那这也是APC最早的一个来源 它叫Advanced Placement 就是超前的一个考试准备 就这么一个考试 所以一晃这七八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到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情最早是由福特基金会运营 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了 这个由现在的ICT的这个考试机构 叫College Board美国大学理事会 所以它不仅仅是ICT的考试机构 它也是AP课程的专业的考试机构 那么它来统筹来负责ICT的全美全世界的考试 以及AP全美国的这个考试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 它最早的一个成立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成立的时间 他们福特基金会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就是他们要考虑到 他们发现有一堆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人 他们的学习的这个课程 非常的比其他的同龄人非常的快 那你到了11年级12年级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尤其是像数学英文 一些化学一些科目 基本上他们在高中阶段的知识 都已经非常熟悉 没课可上了 所以怎么满足这些学生的这些要求呢 这个需求呢 能够让他们 因为美国有一个规定 基本上就是18岁你才能上大学了 很少会有特别超前的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让你们在高中上大学课吧 这就是演变成后来 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为什么看到邻居家的孩子 怎么这么厉害 说两年三年就大学毕业了 说这个孩子真聪明 说这个四年的课两年就上完了 其实这不完全准确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他在整个的K12的教育体系里边 他就学的比较快比较超前 可能在他12年级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有10门8门 甚至更多门的一些AP课程已经修完了 那么相当于他是带着10门大学级别的课去上大学的 当然大学毕业就会更加的快 那么所以说是这就是AP课程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慢慢的演变 到来80年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 而且逐步的推广 从私立学校变成了整个美国教育体系的推广 就无论是私校公校都开设这种课程 那么当然就是对于公校来讲 他就得到了这个学区的支持 那么学区利用现有的高中老师对他们进行培训 那么帮助这些老师让他们也有资格 有能力给这些高中生们 10年级11年级12年级的高中生们 教授这些大学的课程 那么这种在后来变成遍地开花迅速的推广 尤其是受到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热烈欢迎 为什么热烈欢迎呢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首先比如说公立学校 公立的初中高中也好 都是免费的教育 对吧 那么对于免费的教育的话 如果我在高中尽量的多拿一些AP课程 有一个最直接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因为我上了大学肯定要付学费了 对 哪怕是我上公立大学 再便宜我也要付学费了 对吧 但是我在高中阶段我上了10门AP课 我不用付学费啊 没错 所以这里边就有好处了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家长们来说 他们更愿意孩子在高中阶段多选一些AP课 这样的好处就是上了大学 他可以少上一年大学 可以提前去找工作赚钱是一方面 他即便是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课程少修了课 那少交学费了 也是省钱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美国是遍地开花 遍地开花 那当然他的作用不仅仅是省钱 那么还有的话 就是我刚才讲过了 他最早开设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初衷 是为了帮助那些个智商学习能力非常超前的这些孩子们 不能让他们闲着 是吧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继续超前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在大学录取的过程中也逐步演变成为 衡量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你呢 在大学的申请过程中 我不仅要看你平时的基础课程学的成绩好坏 我更要看你上了多少门大学课 多少门大学课 你上的大学课越多 那么这个说明你的这个学习的能力越强 是吧 这几遍就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GPA的换算问题 普通课程呢是4分 但是AP课程呢是5分了 那怎么把你自己和其他人拉开差距 那就是说他因为把4分课和5分课放在一起进行平均 那如果你5分课占的比例越高 那你这个平均分GPA不就越高了吗 对不对是吧 那我这就变成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来衡量 我的学习能力的强弱了 所以这个就是从大学的录取招生的角度上来说 他也很喜欢 但是这里边呢 我要分开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对这个的态度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么私立大学呢 他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衡量学生能力的一个工具 但是是不是你上了这些课 你上大学就少修学分了呢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态度不一样 公立学校的态度呢 他和公他这个公立大学和公立初中高中 他是一体系的全是归州政府管的 那州政府出钱让你接受高等教育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是让你完成高等教育 他的目标是让你尽快的离开给更多的人藤位子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在高中上的课基本上公立大学是认可的 你就免修在额外修其他的课程就可以了 那么比如说一共30门课 你高中修了15门你在大学上15门课 你就可以大学毕业了 这公立学校的态度 私立学校稍微有不同 私立学校的话呢 他认可你这15门课 你在高中上的非常好 非常牛 学习能力非常强 我录取你 我要你了 但是不好意思 并不是说你上大学上15门课就结束了 no 他是呢 认可你这个 因为所虽然是AP课 我这里边要插一句就是大学级别的课 他基本上开设的也是大学级别的初级基础课 或专业基础课 所以他是在专业基础课这些方面还是比较低级的一些课程 所以呢 他可以允许你带一部分学分进来 但是你这个课程免不掉 就是说OK 你上了初级课了 那你要允许你用这个跳到高级课去上 但是你的总学分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呢 在这个认证比例就不一样了 这个要根据你每门AP课 有的是可以直接转换了 有的是就不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每个尤其是私校对这个态度不一样了 那我想呢 这里边啊 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的讲一讲 那我觉得从大学的角度上来说 他还是有这个学费的考量的 对肯定 那么你想我18门20门AP课上完 你在我这读一年 我给你发大学毕业证了 是吧 你说这个从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是不是有点亏呢 是不是 那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的考量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AP课程 它慢慢的演变成 到了现在 当然咱们华人关注的 更关注的是如何考大学 考最好的大学 尤其是在今夏这个SAT越来越多的人 对他不满意 无论是学者还是家长 对于都对这个SAT充满了不满意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学校放弃 或者说是降低了SAT的参考的比例的 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AP课程的比重呢 就变得越来越 越来越 越越重要 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呢 就道理在哪呢 道理就在于说是 如果这个学校 它对SAT的比例下降了 那大学如何把学习能力好的人 调出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AP课程的数量和质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举个例子 以全美国排名最厉害的公立大学系统 UC加大 UCLA伯克利 今年4月1号的这个录取已经结束了 突然感觉到的一个现状就是 AP课程成了王道 首先它是公校 我刚才说了 公校他很喜欢AP课 你能早点离开 所以你上的越多他越欢迎 所以这就是你的一个竞争点 第二点呢 你每个学校的这个平时的成绩 每个学校的标准 老师的标准都不一样 但是AP课还是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在衡量你的学习能力的水平的时候 他变成了一个标准化 他变成了一个标准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AP课程多的孩子 明显在公立大学申请里 这几个比较好的UC加大 包括密歇根安纳堡 UIUC这些个非常全美有名的 这几个公立的大学 明显感觉到这个对AP课程的这个重视程度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 我可能会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准备AP课 以及有哪些好的AP课 适合我们来进行学习 谢谢 是的 谢谢万博士 我觉得这个感谢您 这个首先给我们从历史上来 给我们说了一下 AP课程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我之前一直认为 它就是一个预修课程 没想到它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当然最终的它能够这个省学费这点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这个考量的一个重点 当然现在它也成为了孩子们这个竞争的一个重点 那么所以大家在这方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来联系文美集团 向他小万博士 向他们的专业的顾问来进行咨询 文美集团呢 也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再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 大学的申请 还有规划的服务 全美呢是有12家办公室 七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朔博顾问团队 会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来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当然也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来进行互动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 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